奇怪你們為什麼一天到晚 在做這些見縫插針的事情 這種見縫插針的事情可以停止了 蔡委員 不好意思蔡碧如 他現在的身份是什麼顧問 他現在不是公務人員嗎 那這樣不是陷他於不義嗎 我有一些志工 認為說在那邊如果大家有需要有扇子的話 那這些志工他們自動自發的 去提供扇子給大家扇 不用在政治上面做這麼多過度無謂的揣測 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後續可能藍營跟藍營今天有什麼合作 因為好像藍營現在有這個提克文成的 然後也有繼續打進華城 對於我們來講 最重要的指標是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對選民所做的承諾 以及我們所開出來的政見 對台灣民眾黨來講 選舉政見是拿來兌現用的 不是拿來跳票用的 我們跟民進黨不一樣 民進黨最擅長做的就是開八樂票 這不是台灣民眾黨的風格 在立法院裡面 這是我們最高的價值 也是我們接下來的指導原則 對於我們所要推動的改革法案 我們當然會積極的去尋求 其他政黨的支持跟合作 那也讓我提醒一下 我們跟中國國民黨在上個會期就已經談好的 要合作的崔少哲保護法 目前還沒有進入主條審查 那希望中國國民黨的朋友 不要忘了當初的承諾 崔少哲保護法 儘速的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展開主條審查 不要再繼續拖延下去 昨天晚上是不是由您主導 因為我看到就是長兵有發扇子 是您的扇子 那為什麼剛好沒有其他委員的扇子 昨天的那個活動 是中央黨部的統人上下一心 大家去辦 那我有一些志工 認為說在那邊 如果大家有需要有扇子的話 那這些志工他們自動自發的 去提供扇子給大家扇 不用在政治上面做這麼多 過度無謂的揣測 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他說如果之後黨部真的需要她的話 她也會以黨部需求為優先 未來會有這樣的考量嗎 其實我覺得對於台灣民眾黨 所有的一份子來講 大家目前就是群策群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任何的幫助 任何的協助 我們都表示參與 那蔡委員 不好意思蔡碧如 她現在的身份是什麼顧問 不好意思 那蔡碧如顧問 她過去參與台灣民眾黨的黨務 那現在因為身份的關係 沒有辦法做 那我也相信 那蔡碧如顧問 她一直也很關心台灣民眾黨 我相信對於台灣民眾黨 任何一個人來講 在此時此刻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讓大家都能夠群策群力 把事情做好 你有沒有考慮找 比如說加入小組的 英美小組開會 然後能夠多一些意見嗎 我剛不是說了嗎 她現在不是公務人員嗎 那這樣不是憲他與不義嗎 公務人員還是可以開 沒有啊 但是她現在沒有辦法參加政黨的運作 可以嗎 就是在台下的時候 好像看到您跟黃山山員 就是零互動 然後甚至好像還繞開了 可以懷疑一下 在台下的互動的狀況 奇怪你們為什麼一天到晚 在做這些見縫插針的事情 這種見縫插針的事情 可以停止了 毫無意義 如果陳志涵試制的話 我建議他可以看一下法院裁定的新聞稿 法院裁定的新聞稿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 金華城20%的榮獎 是違法的決議 重點是在於說 柯文哲對於這個違法決議 是不知情 陳志涵這樣子無能的空評 圍繞在柯文哲身邊 然後把這個解決問題 指出問題的人 通通都趕走 這種劣幣驅逐良幣 大概就是柯文哲從不可一世 一直到現在 淪落到要去北檢報到 最關鍵的原因就是 身邊的幕僚 都是陳志涵這樣子沒料的角色 2020年3月10號 殷小偉就開那個便當會 然後柯文哲就把精華城的陳情 在3月份的時候 跟殷小偉便當會一起交為獨發局處理 然後4月份的時候 黃瑾茂他就上了一個籤 問柯文哲說 欸你把這個交辦給我們 你的意思是說 要叫都委會開會研議嗎 柯文哲就蓋了一個章 關鍵的章 就是把精華城增加隆基案 送到都委會去研議 但是破天荒 因為我們都委會 從來不會為了私人的提案做研議 所以柯文哲幫精華城打通 這很重要的關節 在2020年3月份跟4月份的時候 後來2020年7月份法院判決出來 市府贏了精華城輸了 照理來講這案子應該就沒了 可是呢 後來在2021 還有兩次跟殷小偉便當會 然後呢 在這個柯文哲蓋下了這個關鍵的工展 的這個章之後 他就讓原本的研議案 變成都審的審議案件 這柯文哲幫精華城過了第二關 很重要的一關 然後接下來呢 到了這個2020年 兩次便當會當中8月份的那一次 柯文哲指派彭振生 來做精華城的PM 這是一個關鍵的指派才是喔 因為彭振生是都委會的主席 照說他應該是在一個公正的立場 主持審議案件 可是柯文哲把他派去當精華城的總教練 那精華城的總教練兼裁判 精華城絕對不可能輸嘛 所以到了2021年 最後9月份 弘振生主持的那次都委會 他是精華城的PM 然後他才是通過精華城容疾案 最後這個公文到了柯文哲桌上的時候 弘振生帶行了柯文哲的假章 按照法規其實 假章跟本章的責任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柯文哲蓋了非常多章 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本章 最後他那個關鍵假章 其實也等同於是他自己本章的意義啦 所以他今天一撇說他都不知情 我覺得這個是講得太過頭了 為了在切割法律上的責任 寧可把自己裝成徹底的無知無能 我個人看的是覺得 對他的演技覺得很讚嘆 因為你剛才講到840 對 因為這次在有槍他槍說 在台節目剛才有槍說 算犯帝人有算出來的聲音 但其實你有講到840 呃 如果陳志涵識字的話 我建議他可以看一下法院裁定的新聞稿 法院裁定的新聞稿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精華城20%的榮獎是違法的決議 重點是在於說柯文哲對於這個違法決議知不知情 那法院的裁定不是寫840 法院的裁定就是寫了20% 就是我在2021年11月11號質詢的那20% 所以如果以拆題的角度來講 我是考題一字不漏完全精準令中 那陳志涵還怪我說 沒有告訴他這個出題的大範圍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陳志涵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以後他肚子餓 還要我餵他他才知道要吃飯 不然他都不知道要吃飯 像陳志涵這樣子無能的空瓶 圍繞在柯文哲身邊 然後把這個解決問題指出問題的人 通通都趕走 這種劣幣驅逐良幣 大概就是柯文哲從不可一世 一直到現在淪落到要去北檢報到 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身邊的幕僚 都是陳志涵這樣沒料的角色 先聽說